有個媽媽陪她年幼的女兒做功課 今天的功課是要在報紙上 找五個有草花頭的字 女兒打開報紙 看見密密麻麻這麼多字 一時心急, 因為她找不到 就哭起來了 媽媽的心很不忍 於是決定出手相助 很輕鬆就已經做完一份功課了 那究竟媽媽是幫了女兒 還是害了女兒呢 大家聽了以下的故事就會明白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假日 那天陽光燦爛, 阿杰非常開心 因為她不用上班 她說趁著這麼好的天氣 不如我出去郊外走一轉 吸一下新鮮的空氣吧 於是她就駕駛車 去到一個很優美的小山江 看到上面有七彩繽紛的蝴蝶飛舞 她很興奮 她在欣賞著大戰營的美景 在樹葉底下有一個茄子 而且是一個光蟲小毛蟲 枯化出來的蝴蝶仔 她看到一隻小蝴蝶 是在咬到一個小洞 很努力地想掙扎 走出那個茄子外面 阿杰非常高興 她很興奮 她就索性靜觀其變 她在等 她在看見蝴蝶 是很努力很努力 出力地想衝出那個茄子 但很可惜 很久依然還未能夠破茄而出 阿杰是很善良的心地 她就在想 如果她繼續捐不到出來 蝴蝶會不會白白地在茄子內餓死了呢 於是她就拿了把小刀出來 帶大一點的小洞 果然很輕易地 蝴蝶就在洞裡捐出來了 阿杰覺得自己很開心 她認為是幫助了蝴蝶 她就期待著蝴蝶能夠偏偏起舞 跟花間其他的蝴蝶結伴 但是她看到蝴蝶的翼 比其他的細小很多 而且是軟弱很多 阿杰就仿然大悟 她醒覺到蝴蝶 是沒有憑自己的力量衝出那個茄子 於是就沒有經過鍛鍊 令到蝴蝶強有力 所以她就在等了 蝴蝶不斷地試飛 但不斷地失敗 她越來越虛弱 越來越無力 結果就跌到底下 結束了她短暫的生命 阿杰就埋怨自己 她說這次我是好心做壞事了 困境令我們堅強 難題助我們成長 身為家長 我們愛護子女自然很想幫忙他們 但是我們必定要適得其法 適可而止 否則就可能弄口反絕了 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夫婦都沒有想要小朋友 因為他們覺得教好一個小朋友是很困難的 其實無論什麼年代 什麼環境 我們只要用愛心 以及不要用戀愛的方法去教養他們 問題應該是不大的 有一次我跟一群朋友吃飯 其中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不小心堵捨了一杯水 爸爸媽媽正想要罵他的時候 我就靈機一觸 我自己也故意堵捨了一杯水 然後我就說 我們大人原來也會不小心堵捨一杯水 小朋友看到 貝貝嘴在那裡笑 爸爸媽媽知道我這個意思 也沒有罵他 究竟為什麼我需要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想起了一個 科學家的故事 有記者問這個科學家 他說為什麼你有這麼大的創造力呢 科學家就跟記者這樣說 因為媽媽小時候教我 是用很多很有創意的方法 有一天年輕的科學家 他很想去雪櫃拿牛奶 但誰知道不小心 掉到地上, 彈到牛奶到處都是 媽媽進去廚房 不僅沒有罵他和沒有罰他 而且還說 兒子媽媽從來都沒看過 這麼漂亮的牛奶海洋 不如在我們未清理之前 你可以在這個海洋裡玩玩吧 兒子對我當然很開心地說 好啊, 媽媽 幾分鐘之後, 媽媽又跟兒子說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弄得這麼邋遢 不如想個方法, 看看如何清理 你願不願意? 好啊, 媽媽 於是他們就夾手夾腳地清理好地方 清理完之後, 媽媽又很溫柔地說 其實我們也應該想辦法 如何用兩個小手可以拿著瓶子 而不會掉爛的呢? 不如我們一起去後院 把瓶子裝滿水, 然後試試吧 在這一刻中, 科學家明白到 原來偶爾犯錯也不用怕 因為錯誤就是學習新事物的一種途徑 很多時候, 小朋友犯了一時之間的錯誤 父母就會急不及待地去罵他 其實最好就是保有小朋友的自尊 然後用正確的方法去糾正他的錯誤 因為打爛了的碗碟沒問題 不過小孩子的心靈就不可以打爛 否則他們就會抹殺了自己的自信心 創造力和想像力 到時損失豈不是更大呢? 其實教育小朋友就像栽培一火幼苗一樣 不僅需要時間、心機和耐性 培育的方法一定要正確 記得在兩年前左右 有一對夫婦帶著一個兒子 希望我收他做擦班生 因為在舊校他讀得很不開心 又沒有學習的動力 而且脾氣越來越暴躁 在當日我見到他來到的時候 爸爸是捉住他 他不斷地踢爸爸 但是幸好他最後都靜下來跟我聊天 在那時我覺得這個小朋友 很可愛、很活潑 而且他的學科成績又非常好 他的科學知識也非常豐富 後來他幼稚園的老師也打電話給我 希望我收他 因為他說在幼稚園的時候他不是這樣的 最後我就鼓起勇氣 跟老師一起接受挑戰 收了這個同學 開學之後 小朋友的惡習就展露無遺了 他又罵人了 又對老師沒禮貌了 而且一聲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然後要找他回來 我們大家都感到很沮喪 不過我們堅持 六個月之後 有一天我們發現他揹著書包 有個同學拍他書包 搞他、鬧他玩 他竟然沒有罵人和不生氣 而且還跟他說 他說, 你乖吧, 不要騷擾我 你坐好 我們聽到, 簡直是驚訝 這個同學真的轉變了 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究竟為何他會變得好 關鍵是他爸爸媽媽都改變了他的管教方法 每晚我的老師都會跟他家人說一個小時的電話 我也會邀請他來跟我們一起開會 討論一下怎樣可以再教好一點的小朋友 終於他爸爸的脾氣也好了 他媽媽也不再溺愛他的兒子 而是用真正的愛心和鼓勵 家庭和諧了 所以小朋友也越變越好 我從事教育工作已經很多年了 或者可以有些建議給大家 第一, 管教的方式一定要有共識 第二, 父母千萬不要在小朋友面前吵架 否則他的情緒和安全感都會有影響 第三, 千萬不要把自己的子女和別人比較 第四, 言行要一致, 做一個好榜樣 第五, 一定要抽出至少五分鐘的時間 和我們的小朋友相處